我只是在我的车上,好吗? 我可以这样子吗? 我可以,坐在一起 我现在不敢说那些 因为现在全部都被拍摄了 2023年8月14日晚上8点30分左右 美国加州圣地亚哥警察局的安东尼海尔警员 来到了位于该市北部的一处便利店附近 以协助同事逮捕两名涉嫌盗窃汽车的嫌犯 可以看到这名穿着红色上衣的女子便是嫌犯之一 在将这名多话的男性嫌犯关进警车后 警员又对女嫌犯进行了搜身 以防她的身上藏有凶器 由于现场没有女警员 这名男警员按照程序用手背进行了搜查 在进行了简单的搜查后 警员又通过该女子的证件 查到她此前已经因为其他指控 而收到了法院的逮捕令 于是海尔警员先把另一名嫌犯 也就是女子的男友交给了同事 随后警员又找到那名女子 准备把她带进自己车里 送往警局总部 往上上 要走 或者你一人问她 你听听听听听听说 好 赶快 要不要 要不要 这样 你这是 那边 走到那وں 我一定 你才嫌犯 为什么 还只要你个人 我正补 我还没 你一定有女性 别人 我们nal个人 我们特别到 要迫 不要 记得 我 走 第二旁 虽说这名嫌犯非常的凶险 但截至目前 警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他还在之后 向对方宣读了米兰达权力 但很快该女子就向警员发起了进攻 为什么你问这 我们一起写一项 哦 ,你去把手拿下在铁匙 你真有话 就是什么 你怎么无限了 如果是这位最 favour观众 你的意思就会变成一个 这么多的一些 你跟他一起做什么 你都对 vent的 面对嫌犯的暗示 哈尔警员的内心似乎有些动摇 但他还是发动汽车 将对方送往了警局总部 并于几个小时后再次出发 连夜将嫌犯送往30公里外的 拉斯科利纳斯女子拘留所 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一点多 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变得寥寥无几 于是坐在后面的女子 又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 由于车内的噪音非常大 嫌犯说的很多话都无法听清 完整的原片我会放在评论区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见警员迟迟不肯回应自己 坐在后面的嫌犯 又把暗示转变成了明示 双方的对话也变得更加直接起来 见闲犯的事 身体似乎有些不适 哈尔警员非常关心地询问了对方 但得到的只是沉默的答复 于是警员立即放慢车速 关掉并摘下了胸前的执法仪 准备对后面的女子提供帮助 但由于他的巡逻车上 仍然安装有GPS装置 根据警方在事后提供的定位记录 哈尔警员关掉执法仪以后 把车开进了拘留所附近 一个安静的住宅区 之后过了大约20分钟 警员给他的一名主管打去了电话 声称自己和嫌犯被锁在了后座里 显然这名警员只想到了进入 而没有考虑到该如何的出去 因为美国的警车为了关押嫌犯 通常都会拆除后门里面的把手 和车窗控制器 或是开启门上的儿童安全索 因此无法从里面打开车门 大约一小时后 凌晨两点半左右 哈尔警员的主管 终于带着警车的备用钥匙赶了过来 赶紧3 i start step out of the vehicle 4 ring 114 YOLA we're code 4 虽然这名赶来的主管并未多说什么 但他似乎清楚地知道刚才车里发生的事情 在这名主管同样关掉了执法医以后 哈尔警员向他解释称 自己刚才正紧急检查嫌犯的脉搏 本打算用脚把车门挡住 但门却意外地被关上了 随后两名警员继续将嫌犯送往了拘留所 哈尔警员的执法仪也再次被打开 可以看到一名女警员对嫌犯进行了检查和收押 显然哈尔警员不仅迟到了很长时间 她的行为也违法了部门政策 于是两名警探在第二天找他进行了谈话 但哈尔警员坚称自己和嫌犯之间 从未发生过任何不正当关系 他是因为要检查嫌犯的身体 才不小心关上了车门 这名警员还在谈话结束后 向调查人员重现了当时的情形 我闭了一层门 然后我当时我闭了一层门 我当时我闭了一层门 我的腿还不太会被打开 然后我闭了一层门 当时我闭了一层门 我闭了一层门 但我认为她闭了一层门 但我认为她闭了一层门 然后从那时 她闭了一层门 她闭了一层门 她说不 你需要医疗吗 不 随后的调查报告也指出 哈尔警员在整个过程中 至少违反了七项部门政策 和一些州法律 但她却在案发的一个月后 选择主动从警局辞职 成功避开了接下来的警察问询 目前她尚未受到任何的刑事指控 对于本次事件 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